184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中國房市復甦 2015年7月4日《財經新聞》 中國上海三日信 週四 一項民間調查顯示 中國房價出現18個月內的最大案越上漲 這一最新跡象表明 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中國房市正從持續一年的下滑中復甦 不斷下滑的房市是去年第四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6年低點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濟學家估計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約有四分之一來自住房建設、銷售和裝修 6月平均房價漲0.56% 中國指數研究院對100個城市的調查所得出的數據顯示 6月中國平均房價按月上漲0.56% 高於5月0.45%的漲幅 是2014年1月以來的最高按月漲幅 但儘管如此 分析師還是預計房市只會緩報復甦 以流離光為首的高紐銀行集團Ns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秀以三線城市積壓的大量負存的拖累 全國房市復甦仍將是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 至去年11月以來 中國人民銀行以四次降息 幫助降低房貸成本 此外 人行環下調了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向中國金融體系注入更多流動性 據道紐銀行估計 房價每上漲1% GDP增速就會提升0.2% 分析師環表示 部分投資者正從中國股市獲利離場 並將所得資金投資於房地產 中國股市在6月12日達到7年高點後 在過去兩週下跌了20%以上 而房價在經歷了一年的下滑之後 現在看起來更合理一些 除此以外 地方政府也採取了多項措施刺激房市 最近 西安市允許購房面積在90平米以上的外地購房者在西安樂湖 這意味它們可享受到與西安戶籍相伴的社會福利 5月新房銷售面積增13% 這一顯示房價回徵的調查結果 與官方發布的數據一致 官方數據顯示 5月新房銷售面積按年增長13% 這時該數據在連續13個月下滑後第二次上升 人行第一季對家庭展開的調查顯示 14.7%的家庭表示計劃在未來三個月買房 以上一個季度的數字為13.8% 6月1日 評級機構穆迪姆迪斯將其對中國房地產業的展望 從負面上調至穩定 此外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 雖然中國官方數據仍顯示5月新房價價抗略下跌 但地覆及收窄至0.1% 至於6月房價的官方數據 則定於在7月18日公布 分號